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郭文貴女副手被抓 女兒替婦傳話 郭機構回應指控 美華媒 郭文貴財富密碼 扛反共大氣 斂財餘十億 百度聊天AI研發來不及 網傳內部通知真人頂上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3月16日 星期四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郭文貴女副手被抓 女兒替婦傳話 郭機構回應指控 阿波羅網王篤然綜合報導 郭文貴週三 15日上午6點在紐約被捕 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當天解封一份大陪審團的起訴書 指控郭文貴和他的財務顧問余建明 電匯欺詐 證券欺詐 銀行欺詐和洗錢等12項罪名 余建明還被指控妨礙司法公正 根據余建明的領英 他曾擔任招商證券香港董事總經理 麥格里銀行大中華區股權市場主席 阿宗資本創始人 在此之前 曾在數家投行任職 56歲的余建明曾經在2009-2008年 兩屆擔任中共政協重慶委員 他還是親共的香港重慶總會創會副會長 至少在2015年9月 黨媒《中國日報》中文網 仍以阿宗資本集團行政總裁 前麥格里投資銀行大中華區主席 重慶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會執行主席頭銜報導余建明 香港青年會是親共組織 其禮監事會就職典禮由香港中聯辦主任主持 郭文貴週三下午過堂 他當天身穿黑衫 黑褲上庭 沒有認罪 法官下令讓他還押待審 不得保釋 郭文貴並未戴手銬 他離開法庭前 向觀眾雙手核實 當天代表郭的聯邦公社辯護律師吉瓦表示 他們將提出很強的保釋計劃 他的下一次出庭時間是4月4日 郭文貴的女兒郭美 在父親的社交平臺GETA帳號 AtMiosco 上說 接到父親電話 他今天回不去 但請關心他的人放心 以及要謹記 所有的事情不能停 該幹啥幹啥 美國媒體InnerCity說 郭文貴的助手王彥平 當天早上也被抓 被控1億美金電匯欺詐 保釋金定在500萬美元 他沒交出來 所以還押待審 但他的起訴書仍然沒有解封 郭文貴被捕6小時後 中午12點左右 他位於曼哈頓第60階第五大道的豪華公寓樓 在中午時突然發生火災 起火樓程正是郭文貴居住的18層 從市民在Citizen App分享的照片可見 農煙從18樓窗口湧出 郭文貴的公寓遭到了嚴重破壞 CNN引述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當時FBI人員仍在公寓內取證調查 火災發生後 FBI人員被迫緊急撤離 大批消防人員前往大樓滅火 約2小時後 火勢被控制 沒有人受傷 郭文貴於2015年以6750萬美元買下與這家酒店同儲一個建築的頂層第18樓一整層豪宅 據悉 聯邦調查局現在正在調查 努力確認這起火災與郭文貴被捕是否有關 在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外 有民眾到場聲援郭文貴並直播 喜馬拉雅聯盟委員會 在下午發公告表示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紐約南區法院 對郭文貴的指控是捏造的 是中共深進美國司法系統的黑手操縱的司法超限戰 公告表示 喜馬拉雅聯盟委員會將聯合法治基金 法治社會 以及被提及的相關機構和個人通過法律手段回擊中共的司法超限戰 美華媒 郭文貴財富密碼 扛反共大氣 聯財逾10億 中國紅通商人億萬富豪郭文貴因詐欺和洗錢指控 15日在紐約被捕 被控非法聯財超過10億元 數千人受害 如果罪名成立 可能面臨100年監禁 世界日報報導 根據起訴書 郭文貴從2018年開始 主要以媒體平臺GTV 社區共建計劃喜馬拉雅農場聯盟 高端會員計劃G-Clubs 和加密貨幣平臺喜馬拉雅交易所 四個項目的名義計劃集資 把非法所得通過各種方式洗白 並用於個人揮霍 這些誇張和具有欺詐性的項目之間相互關聯 比如召集會員為喜馬拉雅農場貸款 然後用於貸款金額等值的GTV股票抵押 但GTV的股票也是騙局 加密貨幣熱潮出現時 郭文貴的團隊又炮製出自己的幣 去套取追隨者的資金 採訪過大量郭文貴騙局受害者的獨立導演何楊透露 他瞭解到 郭文貴騙局的受害者很大一部分都為其投入10萬元左右 損失10萬以上的有上千人 甚至還有人前後共投入上百萬元 何楊認為 郭文貴的成功有一種邪教的味道 用反共名義召喚信仰者 打造一個信息封閉的社群 同時用霸凌和威脅手段 懲罰信仰不堅定者 把自己包裝成教主式的人物後 順理成章收割信徒的財富 據報導 郭文貴早年在中國依附高官 從事地產和金融等行業 頻繁出入中國官場 他在保護傘倒臺後 於2017年流亡海外 開始在網絡上以爆料革命的名義 攻擊以王岐山為核心的大量中共高官及社會名流 因此成名 拒攏眾多追隨者 因口才好 各種真假醜聞精彩分成 但難查正真偉 他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上 利用高超煽動能力把自己打造成個受中共迫害的受害者 用滅共的名義 團結有反共思想者 還宣稱建立流亡政府 對抗中共當局 甚至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前足球明星都招致其下 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成了欺騙局的第一批受害者 即使有些後來意識到上當 很多不敢公開反對 因如果被郭文貴指為偽類 輕則遭網絡霸凌 重則遭被信徒長時間包圍和騷擾 百度聊天AI研發來不及 網傳內部通知真人頂上 北京時間3月13日 百度宣布將於16日下午2點在北京總部舉行新聞發布會 主題是文心一言 百度創始人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宏 首席技術官王海鋒將出席 15日 網上傳出一張據稱是百度內部通知的截圖 通知中稱 明天是百度文心的發布日 鑒於GPT-4已經表現出強大的多模態能力 文心必須背水一戰 發布日當天 所有百度員工後臺值班 一旦文心無法正確答覆 需要各位及時頂上 該截圖在微博上熱傳 但一些網友認為 可能並非真實通知 只是嘲諷百度的P圖作品 也有網友調侃 與其使用真人 還不如在後台設計一個ChatGPT接口 讓ChatGPT代勞回答問題 微博上還傳出另一張嘲諷百度的圖片 圖上是一輛被標記為ChatGPT-4的跑車 還有一個和跑車形態相仿的垃圾桶 被標記為文心一言 這些圖片顯示 許多中國網友並沒有對中共國產ChatGPT抱有多少期待 ChatGPT已走紅網絡多日 日前開放人工智能又推出了具有強大圖像識別功能的GPT-4 但中共國的國產ChatGPT依然未見蹤跡 《華爾街日報》上週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報導 距離文心一言推出只剩約一週時間 但百度內部員工透露 雖然數百名員工都在夜以繼日地工作 但這個聊天機器人根本無法按時完成研發 報導指 文心一言被視為中國首個抗衡美國ChatGPT的產品 其開發計劃得到中共北京市政府官員的鼓勵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一帶一路名聲臭了 習不敢再好打喜功 和李克強大不一樣 李強召開第一次國場會 蓬佩奧捅破習近平與金正恩之間的秘密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再會 感謝阿波羅網副 字幕開啟